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台北市线上教室影片 要为大家播放的是 国中国文 王兰田十基子段落统整 我闻老师 接着我们要做什么呢 阿国 接着我们就来统整王兰田十基子两段课文哦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学习重点 第一段段落统整 有以下步骤 活动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 我们先来摘要段落重点 第二步 我们先以表格统整内容 好 我们先来念课文 摘要段落重点 将文章段落中琐碎细节去除 保留重要资讯 可帮助阅读者归纳和整理主要内容 为了让同学们能顺利摘要第一段段落重点 就让老师以两个问题引导同学们以保留重要资讯的方式 帮助同学们归纳和整理主要内容 好 接着我们就来进入以下问题吧 在王兰田实际词第一段中出现哪一个人物呢 哦 让我从第一段课文中找一找 我找到了 就是王兰田 我们来进行第二道题目 王兰田在做什么事呢 让我根据第一段课文中描写王兰田动作的句子来推论 请看 总共有这三句 王兰田在做什么事呢 我推论出来 他在吃鸡蛋 经过上述找出什么人做什么事 两个问题的提问后 大家应该能找到第一段的段落重点了吧 给我时间 我整合一下两道问题 再说出来 我想出来了 这一段的段落重点就是 黄兰田吃鸡蛋的过程 阿国你说得很好 接着我们进行下一个步骤 表格统整内容 统整指的是将相关的知识内容 以及学习经验组织起来 成为有意义的整体 使我们了解概念与概念的关联性 表格或图表作为统整工具 可以促使学习者组织重整 他们已知的概念和新知识哦 我问老师 我们要先统整这一段的什么内容呢 既然这一段是在描写 王兰田吃鸡蛋的过程 我们就用动作来统整出 吃鸡蛋事件的顺序吧 请同学先圈出 食鸡子后王兰田的动作哦 哦 让我看一看 我圈了刺 举 直 下 斩 撑 取纳 捏 吐 等动词哦 撑完动词后请完成王兰田吃鸡蛋事件的先后顺序 请同学把红色词语填入 好的 让我再回去课文看一看 哦 有这些动词啊 经过动作词语的提示 我想大家跟我一样可以完成王兰田吃鸡蛋的事件顺序了吧 顺序应该是这样的 先是刺鸡蛋 再来是扔鸡蛋 接着又是斩鸡蛋 再来就是吐鸡蛋啦 最后就是咬鸡蛋 哦 我的事件顺序应该是对的哦 阿国 你的顺序排得非常的好 排列出王兰田吃鸡蛋的事件顺序后 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什么呢 我们要来厘清王兰田性疾是表现在哪一件事上哦 其他的动作事件又表现出王兰田的什么情绪呢 首先我们来问一道问题 一般人一开始吃鸡蛋的情况为何啊 那王兰田呢 听了老师的问题后我是这么想的 请看 一般人吃鸡蛋啊 都是拿起蛋来剥蛋壳后再吃下鸡蛋 动作是不及不虚啊 可是王兰田呢 他是直接拿筷子刺鸡蛋呢 阿国已经帮我们说出一些他的想法了 那么呢 我们就请大家从王兰田一开始就拿筷子刺鸡蛋的动作 推论出王兰田的个性哦 哦 我推论出来了 基据性疾和愤怒两种情绪来分类 我们根据刚刚排的事件来分类哦 请看以下两个图表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分类看看吧 我是这样分的 请看 吃鸡蛋我分类到性疾 人鸡蛋 卷鸡蛋 吐鸡蛋 咬鸡蛋 我分类到他的情绪很愤怒 我的分类应该是对的哦 性疾可以从王兰田吃鸡蛋看出来 接着呢 我们请同学推论 王兰田是什么人格特质的人 我归纳前面的事件和动作后 我发现 王兰田是个性急躁又容易发怒的人 我问老师 我们把第一段 有关王兰田的动作和个性都统整好了 是啊 接着我们就来 统整王兰田十鸡子第二段课文哦 学习重点 第二段段落统整 有以下活动操作步骤 第一步我们先来整合难句含义 第二步我们再来摘要段落重点 整合难句含义 借着提问内容来整合难句 理解难句的含义 和其在段落中的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第二段课文中的难句 没错 就是这一句 使安琪有此性一直到旷兰田野 这句为难句 好的 阅读完难句后 我们用以下七个提问 引导大家推论出难句的含义 以及它在段落中的作用哦 第一题 王佑军在这句话用了哪两个人来比较呢 阿果你想一想吧 好的 我知道了 他用了王安琪和王安田来比较哦 第二题 王安田与王安琪的关系为何呢 阿果你说说看 哦 我找了一下 我很确定哦 他们是负还有子的关系 第三题 嗯 使安琪有此性是说假使王安琪有这种性格 王佑军呢 是假设王安琪有什么性格呢 阿果你说说看 哦 他就是假设王安琪有性极的性格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王安琪 王安琪呢 在当时有很高的生育 所以世人评价是叫有名声 可是呢 王安田在当时的评价是财技不长 所以呢 当时世人认为王安田才干不是很好 他的评价是叫没有名声 知道世人对王安琪和王兰田的评价后呢 请参考原文的翻译和下方表格 思考接下来的问题哦 其实王羲之也以他的标准同时评论王安琪和王兰田 王佑军评论 假使王安琪有这种性格 我仍是认为他没有一点可以说 何况是王兰田呢 好 这是原文的翻译 接着呢 以下是A和B两人的得分比较表 A呢 是有名声 加一分 性极呢 我们就扣一分 因此他的总得分是零分 接着是B B呢 有名声 嗯 好像输给A 所以是零分 那因为他一样性极所以扣一分 总得分就是负一分啦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问题 根据王佑军的评论和上述表格 王安琪属于哪一种人呢 阿果 你可以说说看吗 根据我的分析啊 王安琪应该是属于表格中的A哦 那王兰田又是属于哪一种人呢 阿果 哦 王兰田应该是属于B哦 那老师想要问大家 那我们看完这七道问题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 摘要段落重点 将文章段落中锁碎细节去除 保留重要资讯 可帮助阅读者归纳 和整理主要内容 在摘要段落重点前 我们用表格来整合王佑军的评论 以及前面的提问 根据世人的评价 王安琪是有名声的 王兰田是较没有名声 然后呢 根据王佑军的假设 是假使王安琪有性极的个性 还有王兰田本来就有性极的个性 结果呢 就是王安琪无一好可论 而王兰田呢 就是表现更差 经过整合男剧含义后 想必同学对于此男剧更加理解了 那么请问 他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 阿果你说说看 哦 我知道了 因为王佑军认为王安琪性极 所以义无是处 没错 阿果你已经说出这个男剧的重点了 阿果经过上面两段课文段落统整后 你和同学们应该对王兰田十基子 这两段文艺更加深入了解了吧 是啊是啊 我还想再多深入耶 我们下次再讨论咯 同学们下次见了 后会有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